有一个小的韩国教会 那么这个教会 也叫做基督之爱教会 他们教会人不多 大概差不多有45个会友 所以算是一个小教会 可是这个教会 在它成立教会两年的时候 他们就支持了四个宣教士 还有福音机构 那么这个韩国牧师 叫金牧师 反正你韩国的牧师 不是要金牧师就李牧师 要不然就是什么 朴牧师 那么这个金牧师 他们一开始 他们就跟这些会友讲说 他们开始的时候 是五个家庭 韩国教会 开拓教会 他们都是喜欢开拓教会的 这个这也是很特别 所以他们都是几个家庭就开始 不论是在韩国 在美国也是这样子 那他们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说 教会20%要来支持宣教 结果半年之后 他们就开始了一个第一次的宣教主日 然后就决定支持三个宣教机构 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是他们又增加支持一个宣教士 所以一共支持了四个单位 那么有一天 他们就举办教会的宣教联会 他们请了一位 在这个 你们知道有一位 有一个叫做生命纪刊 那么这个创办这个生命纪刊 叫做王世军牧师 所以他们就请了这个王世军牧师 去他们的教会 做他们的这个宣教讲员 结果他们这个宣教聚会 这个后来整个聚会结束 快结束之前 最后就有一个宣教的异象的节目 那么这个金牧师 他就在这里分享 他说 主耶稣基督在实价上 为我们留学舍命 从万民中把我们救赎出来 我们自己的民主 是指的韩国人 蒙神的恩典 已经都有渠道可以听闻福音 韩国人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三十三十五 单单芝加哥地区 就有两百多间韩国教会 我知道芝加哥的华人教会 可能 应该可能差不多二三十间吧 但是韩国教会有两百多间 因为韩国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很高 所以他说 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 没有机会听闻福音 结果 讲完之后 就在他们崇拜大厅的这个荧幕上面 就出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图片 接着就出现了 在高原上面居住的一批中国人 戴着白帽子 就是保安主 然后这个主任牧师 金牧师他就说 他说福音还没有传到 这一个远隔千山万岁的少数民族 他说这些居住在大山里的 这些人一样是上帝所爱的 因此我们教会愿意遵循 主耶稣的大使命 从今天开始 服侍中国大陆的保安主人 然后牧师就把所有的会众 就请他们站起来 然后这个牧师 他就请 请这个王牧师 就带着所有他们教会的会众 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立约 一句一句的 说这个台上的王牧师讲 台下的人他们就说 韩国话就说 内 内就是 是的 是的 所以他们 他就在他的面前 他就说 他们就有一些的问题 他就把它翻译成韩文 你们是否立志 要固定持久的 为中国保安主人祷告 直到神垂听 哇 这些韩国的弟兄姊妹 有老的有少的有弟兄们 弟兄们都穿着西装 姐妹们都穿着韩国的传统的 传统的服装 他们就很庄严的举起右手 同声回答 内 那第二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代理 更多参与保安主的施工 然后将来或许被神拆派到他们中间 以金钱支持他们的施工 大家也回答 内 最后 他说 你们是不是愿意为了服印度的缘故 今天在神的面前立志 从今天开始 要忠心服侍保安主人 所有的会众也在神的面前说 内 那个王世纪牧师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那一天 他流着眼泪 看着这些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 跟着他一起的立志 他一面流着眼泪 一面的带他们立志 他说 这一些韩国弟兄姐妹 连中国都没有去过 可是他们却为了这些保安族的 这些卫德之民 他们愿意这样子的 忠心的用祷告金钱 甚至希望将来裁派宣教士 进入他们中心来服侍 这不是一个大教会 这只是一个四十五个人的一个小教会 所以我到很多地方讲到 我都用这个作为例子 教会不要说 不需要成为大才可以做宣教 一个四十五人的小教会 他一样可以做宣教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在中国的教会 应该多数都可以做宣教 是吗 你就算是家里面打开客厅 做一个教会 也有个几十人 多一点的 集满了 也差不多四十几个人 是不是 那不要等到说 今天已经租一个大的写字楼 可以有几百几千个人在那边聚会 才来做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上千人 你大概就是 你大概慢慢就可能要被消灭掉了 是吧 所以我想神也透过这个例子 让我感觉到说 其实中国的教会 不要一直在追求要多大 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清楚的意向跟决心 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宣教当作是主轴 宣教的奉献 宣教的祷告 从一开始就要做 那么假以时日 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 我自己经历过也看过 有一些小教会 他们因为参与宣教的工作 神反而就祝福他们 财务上面祝福他们 人也就把得救的人也加给他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宣教的教会 不管是大到像 这一个五千人的韩国教会 或是小到 这一个小的韩国教会 一样都可以做宣教 那你说牧师 你讲来讲去都是韩国啊 那我们中国人都去哪里了 感谢主 我跟有一些牧师 很要好 我们常常在礼拜一的时候 一起为着复兴来祷告 那么这几个牧师呢 很多年前 他们就因为知道 我对宣教的负担 所以我就常常跟他们分享宣教 分享宣教 分享宣教 他就全力在推动 这个就是一个教会 要认领一个未得知名的 这一件事情 那么他也在微却群里面 弄了一个为 这个未得知名祷告的 这个群主 所以就每天他就会 把一个族群列出来 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祷告 那么另外有一个牧师 他教会也不大 大概也差不多就是六七十个人 可是他就对 印尼有一个咖啡族 其实那个族的名称 真正的名称不叫咖啡族 只是因为为了安全 因为这个族是一个穆斯林的族 而且是可以说 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所以他不讲他的名称 免得对整个他们的服事 也会有影响 那你说他这个牧师有负担 他做什么 他从祷告开始 从奉献开始 然后他从实际去参与开始 他已经去印尼 咖啡族 大概去了可能五次以上 神很奇妙 我觉得神其实坦白讲 神要使这些人得救 他一次大海啸就让他们得救了 是不是 或者是亲自的显现 他们就得救了 神就是拣选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这个牧师就跟我们每次分享 就很兴奋了 他说 他去那边 刚开始就是去那边祷告 然后去接触 可是没想到 有一年当他去的时候 神就给他预备 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印尼 印尼的弟兄 这个弟兄呢 他是做那个小额贷款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小额贷款 micron loan 在中国也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他就是专门 比如说这些地方人 他就我借给你十万块钱 那你慢慢的还 利息很低的 然后呢 他们借去 他们就去做些小生意 那赚了钱之后 他就把这个钱慢慢还给你 所以他是做这个工作的 所以他有大概上百个业务员 听了这个牧师分享之后 他也很感动 心想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牧师 竟然为着印尼的一个足 来跑到这边来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足 去做小额贷款 这个 哇这一听太好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派了 他就派了业务员 到这个咖啡族 去给他们做小额贷款 那因为你知道 他这个小额贷款 他不只是钱给你 他去 他固定的 他还要去帮助你 甚至教你 怎么样子去做一些 使用这个金钱 你知道这些少数名字 有时候他们对这种金钱管理这些 都不是很有概念 他就派这些人去教你怎么样子 使用这钱 怎么做生意 等等这些 那他手下的这些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派去的呢 就透过这个 那么渐渐的建立了关系 然后呢 就取得他们的新人 需要慢慢的有机会 他们就能够把福音带进去 所以这个牧师也没有想到 上帝竟然用这样子的方式 他自己教会 六七四个人 也不太容易拆派什么人去那边 都是差不多年纪大的 就是说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 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所以他想他也不可能拆派宣教士 但是他有这一颗心 神就给他在当地预备了这一个团队 这个弟兄 所以我就说 所以他现在到处去跟人家分享 就是说其实小教会一样可以做宣教 Amen 跟你旁边说小教会一样可以做宣教 反而是当你小教会做宣教的时候 你那时候会很谦卑 等到你大教会的时候 你就不太容易谦卑做宣教了 你就想我要做就做大的了 做这种没有成就感的 做这么久 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吸耶稣 不做了 这心电不是心电 这是我刚第一次用 我还不太熟悉 我的资料放哪去了 刚才我不是把它缩小 为什么刚才这些不出来 对 因为它现在是两个屏幕 两个屏幕 这样从他们看不到 你是苹果电脑 是吧 你们看到是全屏幕吗 哦 哇 这样很好 这样我可以知道 我先跳过第八课 我先跟大家谈第九课 我们刚才谈了宣教教育 我们不是只是要让传道人知道宣教的重要 我们要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宣教的重要 所以呢 有一个叫做胸怀世界的基督徒 这个其实是在宣教的学者里 有很多年前提出来的 他叫做 这个World Christian 这个World Christian 跟World Christian不太一样 不能说不太一样是很不一样 World Christian就是属世的基督徒 World Christian是胸怀世界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 神要每一个基督徒 都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 那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应该成为一个胸怀世界的传道人 所以神很关心这个世界 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要去宣教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看看 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这有一些统计数据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看 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 全世界81%的信徒是白人 到1981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减少到51% 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 减少到40% 今年已经是2017年了 现在我给你一个数据 英国曾经是拆派宣教士 最多的国家 但是现在英国的基督徒 只剩下4% 4% 所以你说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这已经是不正确了 英国的早期很多的教堂 像国教派的教堂 现在很多一个一个都卖掉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去 你会很讶异 我去英国去了好几趟 有一次我到英国 跟我的学生带我去 走到一个教堂 不是其实不是教堂 走到一个夜总会 经过一个夜总会 我说怎么写的夜总会 可是我一看外面是教堂 后来才发现原来十字架没有了 这个教堂在英国很多都是 所谓的古迹的 不能够拆的 但是他卖出去了 他把它做舞厅 做夜总会 做酒吧 做邮局 做各式各样的 因此你进去看 是一个邮局 或者是一个银行 或者是一个酒吧 但是你从外面看 他那个架构 就是一个教堂 你看了你很感慨 欧洲这么多的大教堂 今天里面门可落雀 剩下没有什么人 维持不了了 所以他怎么办呢 就卖掉 有些人不能够卖 国家就把它当作是 所谓的古迹 所以有一次我到德国去 德国啊 我学生带我去参观一个 据说是很著名的教堂 那这个教堂不是成天开放的 它就是大概有一段中午的时间 可能是12点到1点 还是11点 12点我记不得了 这段时间 是他们有一个礼拜时间 这个礼拜时间 你可以进去参加礼拜 所以你就可以顺便开教堂 你懂得知道吗 可是我们时间错过了 我们到的时候呢 已经礼拜结束了 所以他说要收费10块欧元 我就跟我学生讲 我说你去跟他说说看 你跟他讲说我是牧师 结果他跑去跟那个算是什么 一个里面的一个收费的 就跟他就要讲 最后他就很失望跑个 他说老师 他们是天主教的 所以他说神父的话 他可以让你免费 但是牧师不行 后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 我说不去了 我说牧师到教堂 看一看还要花10块 欧元太笑话我了吧 可是这就是今天欧洲的光景 又有一次我到英国去 去参观也是一个古籍 那么是有教堂这些 很多一些这个刘金大学 还有这个刘金跟另外一个建桥大学的 这些有名的一些人 他都有像在那里面 感谢赞美主 那边呢就让牧师可以免费进去了 因为是基督教的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真是很可怜 今天很多的西方国家 已经渐渐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需要再重新学教的地方 因此你看见这个世界 好像整个的改变 你要看神在这个世界做什么 我们不是为着说 今天白人的基督徒减少高兴 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问为什么 神啊你在做什么 什么 可是你看 在巴西 教会每一个礼拜增加 一万七千到两万个信徒 在中国教会每天增加两万到三万个信徒 在很多这个第三世界的地方 信徒增长的比例很快 那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 好像神做工的手 从西方白人的世界 现在在哪里呢 在亚洲 在中南美洲 甚至在非洲 在那边工作 那这也带来整个全世界宣教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吗 过去的拆派宣教士国 现在被当作是需要接受宣教士的地方 过去是接受宣教士的地方 现在可能变成是拆派宣教士的地方 好 我们昨天提到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学会 在1800年的时候呢 只翻译了67种的语言 1900年 翻译了537种 到了公元2000年 已经翻译了2800种语言 你们看过耶稣传吗 耶稣传在全世界 已经向20亿人翻译过 非常powerful的一个影片 所以我们也看见整个的宣教 越来越多元 以前传统必须要派一个宣教士 坐着船 经过了三个月 甚至半年 才能到达一个地方去宣教 现在可以透过媒体 透过互联网 所以现在也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开始朝向说 怎么样子用互联网 能够更快速的 更怎么样子进入到更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想到越来越多的宣教机构增加 包括一些媒体的宣教的机构 1900年的时候 只有600个宣教机构 到了2025年 估计会有8500个宣教机构 那我们华人的宣教机构 大概指头数可以数得出来 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 华人今天要做宣教的工作 你第一步需要先跟这些有经验的宣教机构来学习 不要 不要骄傲自大 觉得咱们中国人要走出咱们自己中国路线的 有中国特色的宣教 这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在学西方 有没有 有学的厉害 偷偷的学 能够派间谍把这些 这个西方最先端的科技 把它抄袭过来 一定抄是不是 你一定也要经过这个过程 你不能说我自己做一个航母 我就完全凭空在那边 一定都是先把人家那些别的国家做 先进国家做的 先把它仿造 是不是 你们学过书法吗 有没有学过书法 都没有啊 哪个高手 哪个高手 你学书法的时候怎么样 先临摩啊 你跟谁临摩 你学哪一个凯 严凯 严真卿 严真卿是不是 没有学柳公权 也学 最后你选择严凯是不是 好 所以你开始要临摹 对不对 临摹了多久 很多年 现在还在临摩吗 现在你有没有自己有一个体 现在有这个体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个学书法的 你需要先临摩 什么 临摩就是模仿 等到你摩到一个地步 你已经开始行运如水 好像运作很自如的时候呢 你开始慢慢自己可以创提了 是吧 一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做宣教的工作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从无开始吗 人家已经走了几百年的宣教经验 对不对 去了解一下 参考一下 看看 也许跟我们中国有一些不同地方 我们怎么调整一下 从临摩开始 慢慢的 自己有所有经验之后 你再来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嘛 一开始就有中国特色 是什么特色 就是老大自傲的心态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中国的宣教机构出来 可是呢 我们不要忘记 现在已经在了这些宣教机构 是我们很好的一些资源 我们可以给 像你们在美国 我也鼓励你们有机会 就去 我相信在 在湾区这边就有一些 这个有经验的拆会 我先讲是美国 美国人的 因为华人的大概都是 这个比较是 资源比较缺乏 你到这些有经验的 这些美国拆会去 你去看看他们 去参观一下 我就说刘童牧师早期的时候 他还没有来这里的时候 他在Pensylvania 我那个拆会 他在那边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些的奇葩认识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一类的大拆会 他们怎么样子的做 宣教师怎么拆派 关顾 宣教师训练 还有包括这个 他们的office怎么运作 他们的奉献是怎么样子运作 这些经费怎么筹募 这些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的 好 那我们看看 现在全世界有六千七百六十七个 这个叫做什么 魏德之民 大概比较集中在这四种人 一个就是亚洲人 感谢主 我们是亚洲人 Amen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染金头发了 第二 城市 这就是我昨天讲的Urban Urban Mission 整个世界在城市化 不是只有中国 城市化是一个 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就是城市化 所以早期农村的中国家庭教会团队 想要做宣教工作 他第一步需要先学习到城市去工作 否则他将来到海外去的时候 他就只能在农村工作 比如说我们到尼泊尔 一个是加德满都是城市 另外一个是鲁比尼是农村 如果你没有城市的经验 你到鲁比尼你觉得很自在 但是你到了加德满都 你就会发现 这个生活跟我在农村很不一样 所以 这个是我们在本国的时候 就应该要注意到 现在整个 中国现在城市化得很厉害嘛 是不是 不要说一级城市了 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 到处都是城市了 同步发展 现在我都不晓得 你们还有看到 像我昨天播的那种农村吗 还有啊 在哪里啊 都有 西部 对 西北我去 加快城市化 第三个 就是回教徒 穆斯林 OK 那么第四个 就是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 因此你看见 现在教会的年轻人的工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过去 早期在中国教会啊 基督教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 那些老太老头去的地方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如果你在这些大城市里面 你看教会里面多数都是年轻人 好 台湾教会 在三十年前 教会里面 也是这种情形 就是年纪大的 可是啊 这十几年来啊 你看在台湾教会里面啊 这个都是年轻人 而且有些牧师啊 像我这个年纪的 他就是特别把自己打扮形象 来做年轻人的工作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顾琴云牧师 是我的学长 其实我的 我的外甥就在他的教会聚会 他呢 头发 把他染了 然后每一次弄的就是那个 碰碰的 然后穿了的衣服啊 就是有点像隐喻人言的那种 你看 你看 你如果他不讲他是牧师 你绝对不会相信他是牧师 他完全颠覆牧师的形象 那可是他教会两千多人 都是年轻人 你进他教会去聚会的时候 你发现你好像到了夜总会 因为一进去那些离 离那叫什么 旋转的离红灯 然后灯光暗暗的 所以年轻人去那边觉得好像怎么样 很自在 然后你看他们教会的整个的设计 这边的把一个做咖啡厅啊 什么就是 就是让你感觉就是 年轻人去那边不觉得去一个教堂 他觉得去什么 好像去咖啡厅 好像去夜总会 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批评了 教堂怎么这样子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啊 吸引年轻人 是不是 所以年轻人就很喜欢去 是吗 那你看 你那个礼拜堂弄成了中古世纪的 然后每一个人一进去 男生坐右边 女生坐左边 每一个人坐到那边的时候 低头安静 都不敢动 是吗 这样教堂谁会去 老人家 我们同样是在华人教会啊 我们英文堂的牧师啊 他上台讲到 他穿个牛仔裤 穿个衬衫 就是一般的衬衫 他就上去讲 但是我 我还 我还不能够这样干 我上台我一定是 这个 我现在尽量少穿西装啊 但是 我就是 但还是我要 我明天会讲到的时候 我会穿那个衣衫 可能下午也会穿来给你们看 我就穿那个圆领衫 不搭领带的 就第一个扣子扣起来之后就好了 那我就是 还是比较正式的上讲台 你懂意思吧 那因为族群不同 因为我们这边五六十岁的 甚至有时候七八十岁的都有 所以他们 他们的观念 这个牧师对他们来讲 我头发稍微长一点 他们都会说 哎呀牧师啊 你头发该剪了 所以有一天我穿了那个球鞋 是我的外甥给我的 很年轻的一双球鞋 是Nike的 那个颜色是有点是 不是鲜红色 但是红色再加一点绿边的那种 我穿去承岛 每一个 每一个参加承岛的同志们都看着我 然后就 他们也不好意思直接说 哎牧师你今天好年轻啊 我马上跟他解释 这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外甥给我的 可是 你跟年轻人在一起 他会觉得怎么样 哎呀这个牧师很可亲 对不对 他不会把你当做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 他会觉得哎这个牧师好年轻 好那你需要看你的 你要吸引这样的族群来 保罗也说像什么样子的人 就做什么样子的人嘛 是不是 好传福音的这个方法可以变化 传福音的福音的本质是不可以改变的 好吗我们不要老是在外面的形式上面打转 好 所以你越是其实你越去学宣教 你就会越去 在本地的做福音或者做牧养教会工作 你反而会越能越宽广 因为在宣教工厂就要碰到很多不同的文化族群风俗的不同 那这个对宣教士是一个挑战 他挑战你 你是不是还带有一些狭窄的传统的一些观念 而不是圣经的观念 好那我们谈谈都市化 你看 全球的城市的人口已经多于住在乡下的人口 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有五百零七个 在2015年的时候呢 有超过二十一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一千万的 一千万的大城市越来越多 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 会有25%的人住在跟大城市连接的新肯区 比如说北京 你们这边有北京来的对不对 现在北京因为已经到了六环了是吧 所以他已经是必须要把河北跟河北周边的 要更大的扩展 就是这个就变成一个大北京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比如说像台北 台北现在这个 他把周边以前叫台北县 台北县呢 现在改名字叫做新北市 那他们还是有维持这两边是各有各自的市长 可是呢 以后的趋势啊 会是根本就是把它通通是容纳在首都的范围之类 因为这个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你不可能叫首都到时候变成是拥挤的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扩大他的疆界 那就会把周边的这些的乡镇通通落进这一个首都里面 那这个带来的就是都市宣教的重要性 也会产生很多都市的问题 比如说接同就是一个问题 全世界有超过一亿的接同 流荡在大城市的里面 我在中美洲宣教的时候 就碰到有宣教师他们专门在做接同的工作 你知道这些接同很不好做的 他们偷抢骗 不回家 晚上在哪睡觉呢 找那废弃的屋子 或者是在桥的下面 有时候就是在一些所谓的 你知道那个水管吗 水管不是有那个寒管 用水泥做的 那种他就有的废弃的 就丢在那些荒地 他们有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睡觉 那这些人他们自己住在一起 有时候被一些帮派吸收 就把他们派出去去要钱 或者甚至是偷钱 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子 他把你这些孩子 甚至有的把你手切掉 腿断掉 让你去那边当做这个残疾人士祈祷 其实背后都是有帮派的 所以这样子的这些接同 是今天很多教会 他们不会想到去做的工作 可是这就是一个所谓都市的卫德之名 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讲 这一批人是卫德之名 那你作为一个城市教会的牧师 过去如果没有这种宣教的观念 这一些工作不会有人做 都是靠外来的宣教士 他们因为有宣教的观念 所以他们去做 以后中国教会要自己承担这些都市宣教的工作 你必须要注意到 在城市里面会兴起很多这一类的 所谓的卫德之名 比如说我们昨天 我们提到的这个民工 有没有 全中国有两三亿的民工 散布在各大城市里面 那这些民工 这个是大概可能是 真是中国特色 台湾都没有这个现象 但是中国就有这么多的民工 那这个就是一个族群 是很需要福音的族群 所以教会千万不要只变成是中产阶级的教会 大城市也会带来很多所谓都市的穷人 Urban pool 就像我到墨西哥首都 Mexico City 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大城市 现在可能不是了 现在不知道是北京还是东京 反正墨西哥大城 你看在同一个社区 在最山顶上面的 它沿着一个山 一个小山 最山顶上面的是很有钱的人住在那边 然后一直到了山顶下面 靠近那些都是什么 那些很肮脏的那些水 那个吸水都变成是黑的 靠近那边住的山底下的 那就是最穷的人 就在同一条山上面 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大 所以城市的宣教就变成是很多元化 不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 那么简单 就是中产阶级 现在城市化之后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你今天在上海北京就看见 这个我有一次在上海就看到 一些民工 甚至有一些是在捡 捡垃圾的人 他就是拖 骑着一个 那个那种 那叫什么 好像三轮车一样 那就拉着一堆东西 但是你看旁边另外一边 就是那个街道啊什么 都是高楼大厦的 好 那这个是很奇特的一种情形 然后你看同样是在上海生活 这些人的孩子 他连户口都没有 所以他们也没有学校给他们上 现在上海规定 你必须是上海本地人 你才能买房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那这些从外来的这些打工人口 他更没有前途了 所以很多他们连孩子 我认识一个民工教会的 一个负责弟兄 他小孩子在早期有一段时间 还根本不能够在上海上学 他还要把他送回去老家去 让他上学 所以这些都是在城市 越来越多的多元化 教会也需要多元化 教会可能需要同工 有一些人可能要特别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你看全世界2010年的时候 有24亿3600万的人 是在20岁以下 不是 我说2010年的时候 2000年才23亿 对不对 那么全世界的基督教的情况如何呢 聚会的 全世界的基督徒聚会 就是说有固定聚会的 这个是有15亿 其中福音派的信徒 因为刚才我们曾经讲过 所谓的基督教 事实上他是把天主教 东正教都把他放进来了 那福音派的信徒呢 有多少 2亿 2亿7千万左右 大使命的信徒 什么叫大使命的信徒 就是说 这些基督徒 他清楚知道 他人生的目标 是要去完成大使命的 这个叫大使命的信徒 有6亿9千万 灵恩派的信徒呢 有6亿 这个1千万 那我们看看这些宗派 刚才讲天主教 东正教 最多的是天主教 天主教有多少 11亿6千万 根正教也就是今天 我们所谓的 这个改 宗教改革之后的 这些基督教 其实只有4亿2千6百万 那么东正教 有2亿7千万 圣公会 圣公会 像英国的国教派 就是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那么有一些独立教会 就是他没有宗派的 有3亿7千多万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把这些根正教 独立教会 圣公会也算进去的话 多少 大概是7亿多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谈到要宣教的话 其实我们 能够算的 应该是算这7亿多的 这些基督徒 天主教的这边 他们 他们这等于是在传这个 他们是在建立天主教 那我们看看信徒的各州的分布 最多的是哪里 他这里还是说欧洲 包含了俄罗斯 实际上俄罗斯都是东正教 所以 实际上讲起来 很多都是挂名的 也就是说 在欧洲 在俄罗斯这些国家 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通常都会说是 可是 他可能一年只去教会一次 或者只有一生只去两次 生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到教会里面 做献英明 死的时候教会替他举行葬礼 就这么两次 可是他 他填表的时候 他会写说他是基督徒 那其次多的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一方面是天主教 他都是天主教的国家 但是基督教在拉丁美洲的成长 也是很快速 就以墨西哥来讲 我这期出去之前得到的数据是 百分之二点五 百分之二点五 等到我去了之后 他已经变成是百分之 最少的我听到是百分之七 那么还有提到百分之十五的 所以我把它做个平均值 你就算百分之十吧 好 所以拉丁美洲 也是一个 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很多的地方 再过来是哪里 非洲 非洲特别是 撒哈拉 沙漠 以兰的 很多是基督教的 以北是穆斯林 那非洲的信徒呢 常常会有这种群体归族 你们都听过不永康吗 是不是 我们看 你看他录影带都是 哇 这非洲什么 不过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必须要实际去了解 因为在非洲这种地方 这个有时候他们在一次的步道会 很兴奋的当中 很多人他们信主都是群体 没有像我们在这里就这么复杂 像美国人他不会给你那么冲动的 美国人都是很理智的 所以在呼召的时候 他会考虑上去就上去 不上去不上去 他不会受你影响的 但是在这些地方 他们是很容易受大环境影响 哇 大家都上去了 哇 都去啊 但你也弄不清楚 是不是 只有在那边做跟进工作的才会知道 到底这些有多少人是真正重生的救 那么亚洲也是一个在增长的地区 亚洲 目前全世界的宣教现况是 福音所谓的位籍之名 还有多少呢 有21亿 21亿 3000多万 占了全世界人口的28.4% 所以我们看见庄稼多 但是收割的人太少 我们讲说中国要拆派两万个宣教士 我想不管他是不是能够达成 我觉得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目标 求神拆派真的是超过 甚至是超过两万个宣教士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 单单中国本身教会需要传达人 需要有一百万个以上 这个需要太大了 那一百万个 你就以一个教会四十个人来算 就是四千万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去在中国福音画能够翻一翻 到30%向韩国的话 那还要需要多少间教会 需要多少个传道人 那真是需求大的不得了 那时候我们丰收神学院 全中国开分校都开不完了 扩招 能不能想象如果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你真的是做不完 所以我们真是不可想象 我们只有祷告主啊 主学说你们要祷告 求主打发工人 好吗 好 我看我们没有时间 讲这个了 这个 我想我们留点时间 好 我就给大家来 来为一个族群祷告